学校通知,高考临近,学校封校一周 所有高三学生全部住校,参加模拟考试 请听题,推开你左边的学生 否则他会死,倒计时开始 第一堂模拟考试是英语 刚刚播放听力考试时 耳机里传出一句诡异刺耳的声音 落作巨蟒,班级里参加考试的学生都抬起了头 相互对视,不明白听力考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题 我戴着耳机,朝左边的同桌许扬看去 他也正在看我,我将凳子向右挪了挪 离许扬远一些,我和他最近不对付 许扬有样学样的往左边抹 倒计时截止,教室里传来痛苦的惨叫声 在我的前桌,两名靠着稍冷的学生 半边身体被从地上突然升起的透明玻璃削掉 像迫不傲一样摊在烤桌上 鲜血见到我的脸上,我条件反射般的闭上眼睛 规则一,不可取下头戴耳机 耳机内传出刺耳的声音,我抹去脸上的血迹,睁开眼睛 由于惊慌,教室内好几名学生都摘掉了头上的耳机 我听见教室里响起沉闷的枪声 那些取下听力耳机的学生脑袋被子弹击中 摔倒在地,枪声是从头顶响起的 我向讲台看去,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我们 规则二,考场不可喧哗 学生们不停尖叫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一眼看去,大多数学生还活着 颤抖着捂着自己的头戴耳机,念念相去 规则三,考生需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坐在座位上,从未站起来过 教室内还是有学生站着 但听到耳机里的声音,也立即坐下 规则四,完成所有模拟考试,才能存活 请听题,翻译以下提醒 并在空白试卷作答,翻译正确 即时分,请翻译 一个人在封闭的学校失踪 时间过去一个月后,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五分钟后,教室内响起了枪声 未能翻译成功的叉声被淘汰 整个教室只剩13名学生还活着 教室内满是血腥味 我忍住身体的站立,偏头朝许阳看去 看见他还活着 他见我在看他,举起了手中的草稿纸 上面写着,我们正在参加规则怪谈 不遵守规则的人会死 请听题,耳机里又响起了声音 以下为判断题,如果你觉得正确 请在空白试卷写下试,觉得错误 请写下否,请判断,学校的围墙并不高 喜爱电竞的丹林失踪学生时常翻阅围墙 去周边网吧通宵游戏,请判断 11月22日,失踪当天晚上 该临学生是翻墙出了学校,还是没有 我颤抖的在试卷上写下否字 我已经知道听力考试中所说的那名失踪学生是谁了 我隔壁班的学生,江阳 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至今养无音讯 11月22日,辅导员都会查请 江阳不可能从学校翻墙离开 教室内还是响起了枪声,又有学生死了 我看向那四名死去的考生,那是两名走读生 他们并不知道查请规则 教室内,只剩下9名学生还活着 但听力考试并未结束 请听题,请判断以下选项的正确性 学校的监控损坏 在这期间,出职守保安外 校长和班主任都分别到过监控室 请判断,他们中谁有可能毁坏监控 5分钟倒计时开始 耳机内传出独秒的声音 我拿着笔,犹豫着写下班主任的名字 隔壁班和我们班都是同一个班主任 但这次没有枪声响起 两分钟后,耳机里传来一个声音 请看窗外 透过教室窗户能看到对面的行政楼楼顶 行政楼共三层 楼顶有个大平台 三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 推着班主任走上平台 班主任的手被绑住 脸上乌青肿胀 耳机里继续传出声音 大部分学生选择了班主任 我相信是有原因的 砰了一声,我身体一颤 教室里响起了好几声枪响 我朝旁边看去 许阳趴在桌子上 空洞的眼神望着我 他的额头上被子弹击中的位置正秘密流着血 请听题 班主任隐瞒了江阳失踪的关键线索 请问你觉得他该死吗 请在试卷上写下是霍否 耳机里冰冷的声音结束 又开始了倒计时 倒计时快结束时 我才在试卷上写下时 远处传来的枪声 我看见班主任从行政楼摔下 我闭上眼睛 不敢去看他的尸体 如果我写下否 那死的人应该就是我了 恭喜你完成听力考试 耳机里传来声音 整个教室 只剩我和另外两名学生 一名女学生杨乐 一名男学生李毅 其他学生全部成了尸体 讲台上面 左侧方的液晶电视突然被打开 一个一个文字闪烁着出现 带上你们课桌底下的项圈 然后离开教室 前往301教室参加下一场考试 我的手放进课桌底下 果然摸到一个项圈 项圈被我拿出来放在桌上 项圈上有个绿色的微型灯 一闪一闪的 液晶屏上又打出一行字 项圈上装有微型炸弹 如果违反规则会直接爆炸 现在请带上 讲台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 耳机里面响起声音 我们一起离开教室 前往301教室 考场外 一些考生同时拉开教室门 颤抖地走出来 他们的脖子上都带着项圈 所有考生的目的地一样 301教室 而在教学楼走廊地上 躺着好几具兼考老师的尸体 他们未能走进考场 在考场外就被枪杀 301教室可容纳50人考试 当我紧张地找到位置坐下后 整个教室已经坐满 规则五 考生需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一个声音响起 提醒了那些还未入座的学生 可教室里已经没有空的座位 五秒后 拥挤在教室里 想要争夺座位的学生脖子 瞬间炸开 断成两节 鲜血瞬间布满的整间教室 我看见杨乐躺倒在过道上 鲜血躺满一地 当没有位置的学生全部死完后 之前在教学楼的那三名蒙面人 走了进来 其中一名走到讲台上 用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 好了 学校最后的50名师生 都在这间教室内 最终只有一人能活着离开学校 另外两名蒙面人 报了两个卷子 依次分发给教室里面的老师和学生 考试时间50分钟 试卷共有十题 全部答对题 进入下一轮考试 现在请开始考试 蒙面人说完 立即有老师吵起来 这不可能 十道题怎么可能全作对 你们分明就是想杀死我们所有人 砰的一声 一声闷响 那名站起来吵闹的老师的脖子炸开 没有脑袋的身体直直地趴在桌上 安静答题 有意见的死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试卷共有十题 题目一 写下你的名字 家庭住址 我颤抖地写下名字 然后听到教室外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往外望去 看见又有黑衣人在角落里 拖出一具尸体 那人应该是完成了听力考试 在校园内躲起来的人 题目二 如果你认识江阳 写下你和他认识的过程 教室里响起抽气声 我听见后桌的学生说话 江阳又是江阳 阴魂不散的江阳 死了好久的江阳 我将自己与江阳只是隔壁班同学 偶有联系的情况写在试卷上 一个疑问出现在心底 他们这些人出的题都与江阳相关 他们在调查江阳失踪的事 题目三 你觉得江阳是死了还是活着 并给出你的理由 我抬头望着教室里全校仅存的试生 他们都埋头看着试卷 这是一个秘密 一个全校高三学生与教师都知道的秘密 高三四班江阳同学早就死了 题目四 你觉得在学校附近多远的距离能找到江阳 一公里 五公里 还是十公里 正当我准备写下一公里的答案时 教室里又有学生的精神崩溃了 江阳死了 死了 就埋在学校外面的树林里 这是个女学生 他撕毁了手上的卷子 奇怪的是 这次讲台上的黑衣蒙面人 却没有立即杀了他 整个高三年级的学生都知道他死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来问 为什么 江阳在上一个月的高三模拟考试前死了 尸体就挂在学校的正门 当时参加高考模拟考试的高三学生 都看见了他的尸体 但为了学校的升学率 为了学校的名声 又或者其他原因 整个高三班级学生和教师 被学校下了封口令 江阳的死 禁止外传和报警 为了正常参加高考 不被学校为难 所有高三学生都选择了隐瞒 为了保住工作 老师们和教导主任也都晋声不语 已经死去的江阳被认定为失踪 他那可怜的父母在城市里 日日夜夜的寻找 但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了 崩溃的女学生满脸是血 讲台上的蒙面人沉默地看着他 你说完了 围首的蒙面人问他 女生一愣 砰 一声枪响 女生额头上出现一个孔洞 鲜血喷涌而出 女生直挺挺地倒下 更换试卷 围首的蒙面人收起手枪 对身旁的另外两名黑衣 蒙面人说道 很快教室内的试卷被收走 蒙面人又下发了新的试卷 我看着眼前的试卷愣住 试卷上只有三道解答题 第一题 如果江阳已经死了 写下你认为的凶手名字 嫌疑人可罗列三人 第二题 凶手的杀人手法是什么 写下你的推测 第三题 你认为凶手现在在哪 是否就在教室内 讲台上的时钟倒计时 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冒着冷汗 看着眼前的试卷 我明白这群蒙面人的目的了 他们在寻找江阳 也做好了江阳已经死了的准备 眼前临时更换的试卷 表明他们既然找不到活着的江阳 也要找出害死江阳的凶手 我环顾教室里面的学生和老师 凝视着他们瑟瑟发抖的样子 我在试卷的第一道题目下 写出一个又一个名字 我写得很快 因为我知道这教室内的所有人 都是凶手 江阳被校园霸凌时 我就在旁边 其实他的每一次被欺辱 教室内的学生和老师都知道 没有人阻止 我们是旁观者 我们也是参与者 直到江阳死去 我在第二道题目下开始写答案 江阳是自杀的 他在校门前的树上挂了绳环 自个将脖子套了进去 然后窃吸死亡 很简单的死法 唯一不同的是 在死亡前 江阳通知了我们 他通知了很多人 这些人此刻正带着项圈 在教室内盯着试卷发抖 是 都在教室里 我在第三道题上写下答案后 向讲台上望去 我依稀记得 江阳死亡前的那周末 那也是一场模拟考试 考试时间临近时 我们走进考场备考 在教室坐下后 抬头就看见讲台黑板上写着字 那是江阳自己写下的死亡预告 2022年11月22日 我将自杀 死在学校门口 江阳绝笔 走进教室的监考老师 发现了黑板上的字迹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他将黑板上的字擦掉 然后对我们说 这只是江阳的恶作剧 大家别放在心上 认真考试 没有人相信江阳会自杀 或者说没有人关心他会不会自杀 考试完成后 大家像忘记了有这样一件事情 后来 我才知道江阳不止在我们班的教室黑板留了言 全校高三班级的讲台黑板 都留下了他的决定 但无人理会 直到11月22日这一天 江阳真的吊死在学校大门前 讲台上时钟 倒计时走到最后一秒后 发出当了一声 蒙面人开始收取每个人面前的试卷 我我不会 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男生不停地念 蒙面人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我看见蒙面人拿起的是一张空白试卷 为什么不写答案 蒙面人问他 我不知道答案 男生浑身颤抖地看着蒙面人 声音也带着颤抖 别 别杀我 前面的男生我认识 上次模拟考试 他就坐在我的前面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答案 他为什么要隐瞒 蒙面人越过前面的男生 收起我桌上的试卷 满意地点了 下头 我看见前面男生的侧脸露出逃过一劫的神色 整颗心跌进谷底 这些蒙面人在寻找杀死江阳的凶手 写出答案的人都有凶手的嫌疑 不知道答案的学生才可能无辜 我写出了答案 对蒙面人来说 我就是凶手 必须得死 而前桌尾装成不知情的男生反而逃过一劫 脖子上的项圈灯光一闪一闪的 像死亡倒计时 怎么办 我马上要死了吗 试卷被蒙面人收上去后 三个蒙面人快速翻阅着试卷 大概十分钟后 他们停下来 看向讲台下面的尸声 其中两个蒙面人互相点了下头 拿着试卷离开 恭喜你们 留在讲台上的蒙面人对我们说道 然后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彻教室 我看见前面男生的脖子炸断开来 前后左右都有学生的脖子炸断开 鲜血喷溅的教室内到处都是 不要忘记我们的规则 看着一地的尸体 蒙面人说道 拔提着火 眼前的场景就像地狱一样 考场内横七竖八的躺的多具尸体 鲜血覆盖了教室的大部分区域 讲台上时钟的倒计时已经归零 讲台下的蒙面人冷漠地看着教室里 谨慎的七名师生 恭喜你们 蒙面人开口道 你们将觉着唯一幸存的机会 他说完后 转身在黑板上写字 最后一提 谁是霸凌江阳的人 请说出他们的霸凌手法 要有具体的细节 蒙面人写完 回转身对我们说道 我们一顺续来 回答让我满意 活 我不满意 死 蒙面人从左往右开始挑人回答 我在第四顺位 最左边的是一名老师 我是江阳的认可老师 那名老师神情紧张地说道 我知道江阳被霸凌 但我没办法阻止 也不能帮助他 他转头看向我身后的方向 说道霸凌他的人是校长的儿子 我的身后躺着好几具尸体 校长的儿子 甘瑞双目人睁 一脸恐惧的模样 他的脖梗被项圈上的微型炸弹炸穿 紧靠皮肉连接着 甘瑞喜欢纠集一群学生 在放学后拦住江阳 逼江阳穿上女装 然后带他到女厕所里面侮辱嘲笑他 刚开始江阳也在反抗 他多次找到我 说了外班学生欺负他的事情 希望我能出面解决 可领头的是甘瑞 他的父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为了自己的前途 我只能一遍遍地安抚江阳 我告诉他再忍忍 只要高考完就天高平愉悦了 不会再有被霸凌的事情发生了 我知道江阳也找过班主任和教导主任 但他们的想法都和我相同 我本以为我能劝住江阳 没想到他会选择自杀 任可老师答完后 紧张地看着蒙面人 蒙面人看着任可老师 沉默了一分钟说道 你的回答我不满意 为什么 任可老师惊恐地看着蒙面人 你是一个旁观者 不是参与者 在任可老师惊恶的神情下 蒙面人举起了手中的枪 一声闷响 任可老师的额头上出现一个孔洞 然后直听停倒下 蒙面人看着讲台下仅剩的六人 说道 游戏规则 冷漠的旁观者总会先死